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我在Podcast上面閒聊的第二集 閒聊內容就是我的網路創業的過程 昨天我們並沒有開這個鏡頭 今天我想說 既然要講話 那就把影像一起錄下來 因為待會輸出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輸出影像 丟到YouTube去 然後單純輸出MP3 把它丟到Podcast上面去 這樣兩邊的自媒體都會有影像 都會有這個檔案存在 這樣行銷效果應該會更好吧 好 那我們接續昨天的話題 昨天我講到最後 我是到了一家貿易公司上班 這家貿易公司老闆非常好 他讓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學費幫我們支出一半 最多的上限是支出一萬塊 所以那時候我去上了 微軟的認證工程師的課程 MCSE 我到 聚將電腦去上課 然後花了大概 半年600個小時的時間 每天晚上 下班就去 然後 晚上 一直到10點 下課 回到家都已經10點半 那時候我住在台北萬華 每天都這樣子 然後連續半年的時間 那半年呢 對我 對我 對於這個網絡技術認識 成長非常的大 我那半年之間我就學會了 怎麼樣把 這個每一台 區域網路的電腦把它串接起來 因為當時 沒有WiFi 那時候沒有無線的網路 全部都是用網路線把它串接起來的 所以必須要知道這些硬體的設施 怎麼去操作 網路卡 怎麼去串接 最後呢 讓全公司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這個IP分享器去上網 那時候都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和興趣 我覺得 可以讓全公司的人上網那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已經 快要西元2000年的事情了 然後呢 公司的網站呢 也是我去跟這個廠商 跟網頁設計師 做溝通 找廠商來幫我們製作網頁 所以我也去學習 Dreamweber 怎麼樣去做網站 做完之後呢 就很好奇嘛 做完這個網頁要擺到哪裡去啊 要擺在伺服器上面 然後我要去學習怎麼樣架設這個網站伺服器 他有了網站伺服器之後呢 我們又要 又怎麼樣去 讓每一個員工都有一個 企業內部的專屬電子郵件 譬如說 譬如說我公司 小老鼠後面是 infobox.com.tw 並不是小老鼠後面 gmail.com 這個是自己公司的網頁名稱就對了 那怎麼樣在這個伺服器裡面呢 擁有這個自己創建的這個 公司內部的專屬的域名的電子郵件 讓每一個員工都有一個電子郵件 所以那時候又去學習了 微軟的 Exchange Server 2000 所以學了很多東西 後來發現 這個電腦知識真的是學不完啊 好可怕啊 一個軟體一個軟體接著一個軟體 好多軟體要學 但是就在那一段時間 我就發現 如果你都學會了說 怎麼樣去製作一個網頁 那你就等於開啟了一扇 你和全世界溝通的大門 因為我那時候發現 這個太棒了 好 網站做出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告訴所有的朋友 然後請你們上來看我的網頁 我只要把網址給他 那他就可以看到網站裡面所有資訊 我要表達的任何資訊我都可以擺在上面 那我上一集我有談到啊 我之前做過 信義房屋的業務 房仲業務 又去做過這個 Toyota 賣車業務嘛 那時候我們都必須去做陌生開發 非常的痛苦 那有了這個網站之後呢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 就是會 學會發電子郵件 然後呢 找到這個有興趣的客戶 要了他們的電子郵件 我就把我的 內容寫好 然後再把我的網址 插在這個 電子郵件的裡頭 寄給 所有的客戶 那這些客戶呢 他們只要 看到這個 文案內容有興趣的話呢 他們去點擊這個網址 就來到我的網頁 就可以看到我寫的內容 太棒了耶 我那時候就發現 這樣子去開發客戶不是 更有效率嗎 這是我那時候 心中 對 第一個創業的念頭的萌芽 結果 可是我那時候才 20幾歲啊 20 25歲吧 25、6歲吧 那時候還不敢 不敢去開公司 不敢創業 完全不敢想這件事情 剛好呢 那一年 2001年我結婚了 那結婚之後呢 我就搬到桃園來住 因為那時候 我跟我太太在 桃園認識 所以 我 搬到桃園來住之後呢 每天啊 到內湖的貿易公司上 通勤開車 我開車這個時間很長 每天都要開 半個鐘頭 那 因為桃園到台北 大概半個鐘頭 沒有塞車狀況下 可是 晚上 上下班時間 如果 上班 7點以後出門 或是下班 下班一律塞車 下班只要超過6點以後 6點到8點那段時間 非常的塞 都要開車開一個多鐘頭 那我就覺得 非常痛苦 因為 我那個車子 我那時候開的 Turcel 這個小汽車 隔音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每次這樣開車呢 就算裡面可以放音樂 或者是放一些電子書 有聲書來聽 也是聽不清楚 因為 噪音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開車的這個階段 這個時間非常的浪費 我很受不了每天要花這麼多 通勤的時間 然後我就跟這個 我上班上了三年半左右 最後我受不了 我就跟主管提辭程 我說我要去桃園找工作 離家裡比較近 不用花這麼多通勤時間 那 可是呢 我那時候想說 我要去找 我又要去找業務的工作 業務的工作 然後在桃園找業務的工作 後來呢 這份工作我找是 ERP 企業資源規劃 ERP的這個軟體的公司 一家蠻大的 頂心電腦 這家公司 頂心 不是那個 做食品味全那個頂心 不是 是那個 做軟體的頂心公司 那 在裡面我做業務開發工作 結果呢 我去上班之後啊 我們 這個 主管很有趣 他給我們開發客戶的方法呢 跟我當初在做那個 房屋中介的 狀況有點類似 只是說 只是不一樣的事呢 我們要是人call 電話call客 這個 以前做房屋中介是直接跑去外面 然後 找這個傳單嘛 然後 也是電話約訪客戶 那 賣這個軟體呢 一樣 也是用電話 只是說 他不是去私紅單 我們是必須到 經濟部網站去查詢所有的公司 資本額超過1億以上的公司 因為這樣子是 我們的TA 就是標準的 精準客戶就對了 因為那時候買的軟體都要數十萬上百萬 所以 老闆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主管跟我們講說 我們要去找這個TA 就是 資本額要超過1億以上 這樣子的公司呢 比較可能跟我們買 我們的軟體 所以 每天的工作就是 上網去搜尋哪些公司 最好是上市櫃的 有規模的公司 然後再去 打電話進去 那你想想看 我們那個時候 主管是跟我們說 一天 至少打個40通 到80通的電話 陌生開發 結果 我最痛苦的事情又來了 我最痛苦的事情又來了 每次打電話呢 我都不曉得要講什麼 那因為我們是業務開發單位 我們不是這個 服務部門 如果是服務部門的話呢 會 公司會受訓 教你這個公司軟體怎麼操作 一個完整的流程 可是我們是業務部門 業務部門主要是教你怎麼去開發客戶 然後再跟客戶拉勒 最後呢 再把這個 服務人員 或是顧問 帶到客戶那邊去 現場跟客戶溝通 了解 然後 講解說明 給客戶聽 我們的軟體功能 所以這是 這個 軟體公司裡面 我們擔任的業務角色 跟這個 服務人員或顧問的角色 相當大不同 那 我又回到了當初在 新義房屋那個時候的感覺 又回來了 就是 我在跟客戶 電話開發客戶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要聊什麼 因為我 天生就不是那種 天然地北可以胡亂聊的人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我不懂 那種專業 我只好每天回去 K那個 Kateloku 就是 公司那個DM 看一下那個 ERP軟體到底是在做什麼 但是呢 其實我 看不是很懂 看不是很懂 很多東西 但是太專業了 如果不是在那個行業裡面的人 而且沒有實際操作那些軟體的人 我很難從字面上去了解 這些軟體真正的用途到底是做什麼 所以前兩個月 我感到每天這樣苛刻 挫折感非常的重 結果呢 在一開始 工作大概前兩個禮拜 我 每天要去上班之前 又回到那個狀態 好想吐 每天都很噁心 早上起床就很噁心 早餐吃不下 然後去上班的時候 覺得壓力很大 很想吐的那種感覺 去到公司之後呢 又開始做這個工作 打十通電話呢 幾乎有 八通電話直接被掛掉 直接被掛斷 然後有兩通電話呢 可能是對方說 你在做什麼 跟你聊兩句 然後就不需要 掛掉 很長一件事情就是客戶說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來了 你們每次 有業務人員 新來的業務人員 你們就會打一次 你們已經打好幾次 好幾個人打的人知道嗎 真的很煩 可以不要再打了嗎 那時候 我 當初 那個在新一房屋的那個 被罵的那個情景 哇 又突然湧現出來 就是 怎麼我又遇到了一個 一樣的狀況 那我到底應該怎麼去克服這樣的狀況 我才能夠把這個業務工作做好了 後來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 我學會了怎麼樣架設網站 怎麼樣使用電子郵件 那個年 那個年代 在2002年 那個當下已經是2002年了 我就想到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就用一個方法 我這個方法就是這樣子 我打電話給客戶 我一樣打電話給客戶 但是呢 我跟他說 請問 貴公司的這個資訊單位 人員 在不在 那接電話的 因為公司有規模嘛 所以接電話的意思是什麼 總機小姐嘛 那總機小姐接電話 接到電話之後呢 他會問說你想做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通常啊 如果我們說 我是某某電腦公司 那我們公司有銷售什麼樣的產品 電話就會被掛掉了 他會說不需要 然後 他就把我過濾掉了 對不對 如果你是幹業務的話 你應該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公司的總機小姐 可能會直接把你過濾掉 擋掉 讓你沒有辦法 跟他們的keyman講到話 所以我那時候用了一個方法 我就告訴他說 您好 我們是某某電腦公司 然後呢 貴公司的這個 資訊部人員 在我們公司的網站上 有填寫一個問卷 然後呢 我們 抽獎 抽到了 我們要送他一個軟體 那請幫我轉接 然後我要把這個軟體寄給他 公司這個 他們這個 總機小姐當然是 不知道怎麼辦了嘛 他就不會擋我 他說 好那我幫你轉接 他就只能這樣講嘛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 好他幫我轉接了 轉接之後呢 接到電話 這個資訊部的人員呢 我就跟他講 嗨你好 我們是某某電腦公司 我們要 送你一個軟體 然後這個軟體有什麼樣的功能 什麼軟體啊 這個軟體呢 是我在網路上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找到很多免費的軟體 所以我當初找了一個不用錢的 壓縮軟體 以前是那個Winzip要錢嘛 後來找到一個不用錢的 Zip 壓成Zip的壓縮 這個軟體 然後我還把這個軟體的說明書 寫好了 我就打電話過去的時候呢 就這樣子 每一通電話都用一樣的方法 然後呢 我只跟他要了什麼東西 就是Email 電子郵件 好那所有的資訊部人員 他們當然是對這個軟體有興趣嘛 大部分都是有興趣的 然後我就 用這個方法呢 把 Email要到了 我一天就可以要到好幾個Email 可能是10個 可能20個 因為這樣子打電話速度變很快啊 我也不用要銷售他們什麼東西啊 我只是付出 給他們東西 好這個時候 讓我想到了 這個行銷的原理啊 我那個時候才了解到 如果你是一開始就有目的的是想要銷售東西給別人的話 人們的抗拒心理是很強的 他可能就幫你掛電話 那如果你是要給他東西 他就會思考一下 你要給什麼東西 我有沒有興趣 這個 就是現在我們講的 名單收集頁 我們要 請客戶填寫要他名單的時候呢 都會希望 先給他個魚兒 這個魚兒呢 就是一個小填頭 譬如說 你只要填寫這個 你的Email給我呢 那我們就會Email給你 我們的影片教學 或者是我們的PDF 電子書檔案給你 好所以當時呢 我就用了這個 這個 這個方法 我就把我的這個軟體 還有這個軟體使用的說明書 利用Email的方式 一個一個寄出去 寄給他們 好這是我的給他們的第一封信 等於是跟陌生人的一個敲門專 他們收到信之後呢 我這個信件裡面呢 還有我的簽名檔 文字的我的姓名 還有我的公司的這個超連結 公司網站的超連結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就是我插入了我的個人照片 所以呢 每一個收到我信的這些 資訊部的IT人員 他們都知道我的長相 因為他們都看到Email啦 好這是第一封信 我信件裡面 夾了一個附件 這個附件呢 就是 這個押收軟體 所以大部分的資訊人員 他們收到這封信 開不開心 當然是開心嘛 有一個免費的軟體 又有使用說明 當然是開心嘛 接著呢 我每天做一件事情 我每天都發一封信 字數不多 我就是把當天工作的心得 好笑的事情 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就把它寫成一個短短的 每天的日報 一個小日記 一個有趣的小日記 我每天就發給這些 我要到的這些電子郵件 的這些對象 我每天發 每天發 那他們這些資訊部的IT人員呢 他們對於我的背景 就有點興趣啦 因為我的信裡面 會稍微的做自我介紹 就是我以前在這個貿易公司啊 做過 學習過這個 MCSE的電腦認證 網路認證的課程啊 等於說 這些IT部的人員 他們跟我有一樣的背景嘛 我們都學過這些東西嘛 所以當然是 不以類聚啊 我們聊這個話題 他們就比較有興趣嘛 所以呢 我每天 寫一點點工作心得 寫一點點工作心得 果然啊 大概在一個半月之後啊 開始發酵了 開始發酵了 我每天的電話開發都不是在跟他們賣東西 我只是在我的email裡面呢 跟他們聊天 然後最後呢 有附上我公司是在做什麼的 我們公司有什麼產品 等於說 最下面會有一點點小廣告就對了 有興趣的人呢 他們自己會去點擊 就這樣子 一個半月之後呢 開始有電話主動打過來了 他們會指明說 你好我要找那個劉先生 我要找劉先生 然後 當時呢 我對軟體一樣是 不是很懂嘛 我們必須要帶著主管一起去 客戶那邊做拜訪 所以我們主管當時就有一點點驚訝 哎喲 因為我們主管一直覺得說我的開發能力很差啊 那怎麼會有客戶主動打電話來呢 當天呢 我就帶著我們主管 然後一起到客戶的公司去 客戶公司很大啊 那是什麼 好像竹科的那個大公司 然後建築都很大 一進去就是一個總機小姐啊 一個正妹在前面啊 然後我們就跟小姐說 你好我們要來拜訪 然後 某某那個IT部門的 陳先生 好 然後他們就幫我們 轉接過去了 那陳先生呢 就大概隔了兩分鐘 左右就從 樓梯上走下來啊 然後我跟我主管就在那邊等他嘛 後來那個陳先生走下來之後 看到我 因為 他認得我嘛 他看我的照片啊 那看到我之後就 就臉上都露出微笑啊 然後就笑嘻嘻的跟我說 哎 劉先生你好你好 歡迎歡迎 哇 我們主管站在我旁邊 他驚呆了 你知道嗎 我們主管說 小聲的在我旁邊 耳邊跟我說 你們認識很久嗎 你們認識很久嗎 然後我就 轉頭跟我主管說 不認識 今天第一次見面 喔 然後我們主管就覺得很納悶 他又不好意思問我 那你們今天怎麼奇怪 第一次見面怎麼會這麼熟 這麼熱絡 通常啊 通常我們去拜訪柯位的時候 柯位的臉色都是 平平 一般 甚至不會太好 可是呢 我在之前就已經發過這麼多 這麼多Email信件 客戶對我已經有點熟悉了 而且我寫的信件內容呢 有些都是他覺得 還不錯 有幫助 而且 有趣 這些內容呢 讓他感覺我跟他已經是朋友了 就在那一刻開始 兩個月後 我就提辭成了 為什麼 因為當時呢 我再算一件事 假設說我今天幫客戶 幫公司帶進一個客戶 我們的獎金大概會多個 一 一兩萬塊吧 我記得當時這樣 加上我當時的底薪呢 大概三萬多塊 然後我如果說一個月可以介紹 一個一個月可以開發一個客戶的話 已經很不錯了 已經很不錯了 好 假設是兩萬塊 再加上底薪 一個月不到六萬塊 那如果 我用這樣子的方法 到外面去接案 去接案喔 我只要能夠找到 兩個客戶 而且我當時已經學會怎麼樣架設網站了嘛 怎麼樣做網頁嘛 我當時已經學會這些東西嘛 我就用一樣的方法 去開發客戶 我是不是一個月只要有兩個客戶 然後一個客戶呢 那時候做網站行情其實還不錯 做一個網站大概可以三萬四萬塊 假設是四萬塊的話 接兩個客戶呢 當月我就會有八萬的收入 我那時候心裡就這麼盤算啊 我已經知道怎麼樣開發客戶速度最快 而且不被討厭 那這樣子的方法呢 我就用來自己創業就好了啊 我幹嘛要在這邊上班呢 累得要死 然後賣一個我覺得很難賣的東西 以當時來講啊 在2002年的時候 很多客戶沒有網站啊 那我如果可以幫他們做網站 一個客戶賺個四萬塊 兩個客戶八萬塊 我很好過耶 我就很好過耶 當時還沒有小孩啊 那我們夫妻兩個都在上班 都有收入 我就想 那我自己出來創業好了 從那件事開始 我才發現 電子郵件行銷 應該要怎麼樣去使用 然後怎麼樣跟客戶建立關係 進而呢 讓客戶自動來找我 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從這件事之後呢 我就真的離職了 後來 就慢慢走向我創業的路 下一集呢 我們再來 仔細的說說 我怎麼樣去找產品 我怎麼樣去販售我的東西 最後呢 來工商服務一下 我是劉奶爸 因為明年呢 我的兒子就要高中畢業了 我希望送他一個畢業禮物 就是網路創業的線上課程 我跟他說 我希望你在高中畢業後 可以學會自己去架設網站 並且呢 利用網路行銷 讓客戶自動來找你 這個課程內容呢 我會使用全球 最多人使用的架站工具 我Place 來架設網站 裡面呢 你可以學習到 如何去製作 一頁式的銷售頁 如何去製作 名單的收集頁 如何去使用電子郵件的行銷 社群的行銷 還有製作 線上課程的平台 還有線上購物的平台 等等 等等這些內容 那麼我覺得呢 網路創業這個工具 是現代 這個時代 每個人都必須學會的技能 不論他在大學 是學習什麼樣的科系 我都一定要先 讓他學習 網路行銷的技能 因為呢 這是各行各業都需要的知識 將來 不管他想要做什麼工作 如果 要求職 找工作 我相信 他們的老闆 一定也會需要 這樣子的人才 那如果他自己創業的話呢 那當然自己跟他學會這樣的技能啊 所以呢 我兒子是我的第一個學生 我會使出全力 讓這個課程呢 不斷的迭代更新 那這個課程的名稱呢 就是 網路行銷懶人包2.0 如果現在 在收聽或是收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你有興趣的話 一起加入學習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 網路行銷懶人包2.0 或者是在 影片 或者是這個Podcast 這個音頻檔的下方說明欄位呢 點擊連結 來做深入的了解喔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我是劉奶爸 希望你今天 聽到這個內容呢 有收穫 如果有收穫的話呢 也請你給我在Podcast的 評論 五顆星好嗎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呢 請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謝謝您 拜拜 我們明天再見 他說 他說 我說 說 說 谢谢观看